请翻开共修的讲义第一页 有一个字我要解释 光明无量照十方 日月火珠皆逆药 这个念逆 隐藏的意思 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明像太阳一样片照十方 连太阳月亮火珠的光都隐藏起来 这个叫逆药 今天讲金钱要教的禅修 请看幻灯片 昨天讲的是观佛的功德 观佛的功德 昨天观别像 眉间白豪像 今天教观佛的总像 总像就是一尊完整的 是阿弥陀佛 请看幻灯片 今天也谢谢有居士供养 然后可能这次我用心吧 然后三宝加持 我准备了很多很多图片 很多人也供养我们很多佛像 非常的感恩 然后呢 这尊阿弥陀佛是非常的庄严的 接下来可能大家也会习惯观想这个大乘西方接引阿弥陀佛 这张阿弥陀佛在东南亚华人的世界也流通非常的广 所以你也可以观想这尊 注意这尊阿弥陀佛的背后是彩虹的光芒 代表佛身像彩虹一般 是透明而没有实体的 所以佛的本身的功德就是缘起空性 缘起性空 那在藏传佛教里面 阿弥陀佛放光的话呢 它红色之外 上次说过它是属于五部莲花布的 五方佛里面的西边莲花布 所以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它中间拿着是波 里面有长寿甘露 有些阿弥陀佛无量寿佛里面是拿长寿宝瓶 所以它放光 放的光也像彩虹一般 所以佛身是犹如彩虹透明一般 好 接下来今天观想的方法先注意听 第一 先你观想虔诚的合掌 就像这张图片的左下角 你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 虔诚的一心观想念阿弥陀佛和顶礼阿弥陀佛 虚空当中就出现了一尊阿弥陀佛 当然这张图片里面是讲 毕如遮纳佛 释迦牟尼佛 其实诸佛的本质都是相同的 先要观想阿弥陀佛一尊阿弥陀佛一尊就在你的额头前方 你可以观想站的也可以观想坐的这两个都没有差别 接下来再看一尊的阿弥陀佛 向右旋转变成一圈全部旁边都有光中化佛 这是训练你的禅修不但所缘境是一个 由一个变无量无边 所以你可以观想中间一尊阿弥陀佛 向右旋转是阿弥陀佛一圈 不要向左 因为外道才是向左 向右旋转 顺时钟方向 有很多很多尊的阿弥陀佛 然后接下来中间的阿弥陀佛非常的欢喜 因为你听到净土法门四十八大院 升起无比的信愿心 所以他就放五彩的光照在你的身上 就像太阳一样从你的头顶照到你的喉咙 再照到你的全身 然后你自己全身也都是光 也变成彩虹透明一般 最后佛像全部化为空性 连佛像的形象都没有 只有剩下光芒 你看这张图片 所有的佛像都融入空性当中 是没有形象的 然后只剩下光 然后继续加持你 最后因为加持你 所以你自己的自信弥陀也跑出来了 显现出来的 所以自信与佛心合而微体 然后你就坐在虚空当中 这样了解吗 第一次修的人会觉得有点复杂 没关系慢慢来 是不是会很有耐性 我再讲一遍 只有四个步骤很简单 请看 第一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立刻现前 在天空中 坐在大宝莲花里 你现在就往生极乐进途 接下来阿弥陀佛一个变成很多很多个 一变成多 向右旋转 接下来阿弥陀佛跟所有诸佛都放光 加持你 你感到很欢喜 很清凉 第三步 所有的佛像都变成空性 只融入在光当中 接下来呢 你的心也变成了自信弥陀 自信与佛心合而为一体 就在虚空当中安住着 好 这样子我们练习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当你自信与佛心融成一体的时候 第二个隐庆声 我敲隐庆的时候 你才拿念珠 用心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当时佛在光无量佛 佛经讲 世心是佛 世心做佛 你的心本来就是佛 好 这样了解吗 好 现在请把背指 肩膀放松 东西放在旁边 你只要手上拿念珠就可以了 请联友也检查你自己的手机 有没有把它关掉 或转为震动 大家在禅修的时候 共修的因缘是很舒胜 希望尽量不要干扰大家 因为生命很短 事实上我们禅修只有五分钟而已 好 禅观的训练是很重要的 可能对很多大乘的佛弟子 尤其是老菩萨来说 可能不太习惯 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练习 其实禅观并不难 就像举个例子 假如你的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 你怎么想念他 想到他的照片 想到他为你讲过的话 想过他跟你生活在一起的 一景一幕 所以当你想念 爸爸妈妈的照片的时候 爸爸妈妈妈的照片的影像 就会在你的脑海里 爸爸妈妈跟你讲过 勉励的话 鼓励的话 你也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 为什么 因为你想念他 当然他也想念你 所以在大事之念佛原通章里面讲 念佛的人如母一子 对不对 你想妈妈的时候 妈妈也一定想你 所以你不要气馁 你不要说 哎呀 这个好复杂 我从来都不会 你不要这样想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的妈妈吗 有啊 你想你妈妈的时候 你妈妈也一定想念你 所以 用这个辟语就像 我们轮回当中 茫茫轮回大海的众生 深深事实都在轮回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对不对 有一天突然呢 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了爸爸妈妈 你突然就很感动的 放声大哭啊 这个辟语呢 我们深深事实在轮回里面呢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四身神父啊 观世音菩萨 大士知菩萨 像大慈大悲的母亲啊 他希望一切众生 都能够从六道轮回的苦海里 能够呢 回到弥陀的家乡啊 所以当你想佛的时候 佛也一定会想念你 这个要常常练习 而不要去怀疑 好 接下来看今天讲义 今天 昨天讲了上倍往生 今天呢 讲 请看五十九页 中倍往生 请看五十九页 第二十行 中倍往生 请专心听 今天的火车我会开快一点 我准备把二十四跟二十五 全部给他讲完 而且我还要回答一堆的问题 有些问题问得很好 我谢谢大家很真诚 看得出来你听经文法很用心 不过呢 有些问题 对不起 我不会公开回答你 原因是你问的跟这个讲座 不是很直接的关系 比方说你问大悲咒怎么修持 或是愣眼睛怎么样 以后再回答你吧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而且这边都全程录影 所以生命呢 是很珍贵的 所以我先回答 跟这个讲座上 有关的净土宗问题 那至于有些也问到 显密元龙的问题 那我会单独见你来见面 为什么呢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对密宗有兴趣 所以希望各位联友 也要修自他交换 常常要体谅师父 不要要求太多 其实法师都是被榨干 很快往生的 每一个人都希望说 师父你做一桩 做一桩 我真希望我能够 像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但是你每一个问题 我都很用心看 我也真的很认真 很重视你的问题 但在讲座里 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不代表师父应付你 希望不要起这样的恶念 或许我会尽量的安排 会课见你 我也会帮助你 如果我讲完经 在新加坡一两天 还有空的话 我搞不好就是 阿弥陀佛打电话来了 我会打电话 亲自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希望 在讲座里 没有提到你的问题的人 不要生烦恼 生烦恼是不好的恶念 但是你专心听我讲 其实你有很多的问题 我在后面的讲经都会讲到 所以各位的问题 我很重视 也很感恩 但是不要要求太多 请看 其中备者 虽不能做行坐沙门 大修功德 就是有些的众生呢 他没有办法出家 昨天讲过 出家要先学新出家 像韦提夫人 韦提西夫人 他是上品上身的 他的五百位功女 也是上辈往生 所以在家居是新出家 你一样也可以上辈往生 若真正的依佛的戒律 而出家的比丘比丘尼 你真正的修持 那将来的果位也会很殊胜 现在介绍的是第二类 就是说 有些云云的众生 他没办法现出家相 原因是什么呢 他有家庭的责任 有效养父母的责任 他这个责任必须尽 所以在西藏里面呢 一个家里面呢 都是一个男生 至少出家 在南传也是 南传里面呢 就是你家里 要一个人出家的话 常常说的 一子出家 九足登天 就是说 真正出家修行的功德呢 是很殊胜的 至于大称呢 华人呢就很可爱了 有时候你看到别人 出家很好 假如我要度你的儿子的话 你说 师父不可以哦 你度别人 不要度我儿子吧 这很奇怪哦 别人都可以出家 那你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不希望他出家 还有一个 不要强迫你的孩子 去出家 就好像你强迫你的孩子 对不对 他明明就不喜欢当医生 喜欢艺术 你就天天喜欢呢 他去出家 出家很苦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你在家可以 蹦恰恰 蹦恰恰 你又可以去喝花酒 你又可以shopping 又可以看电影 还看家party 出家这些都不可以的 所以你干嘛 劝人家出家 你也不要强迫 你的儿子女儿出家 有些佛友 有时候很奇怪 真的很可爱 自己做不到的愿望 就希望儿子女儿 赶快去出家 他说 师父送给你去咯 不 先你养好 再送给我吧 所以中国很奇怪 就是没有小沙蜜 出家的制度 这些是很复杂的因缘 南传佛教 有很多小沙蜜 都会出家 藏传佛教 有很多小沙蜜 也出家 中国呢 举个例子 台湾呢 小沙蜜出家的话呢 不可以要受 国家的九年国民教育 你住在庙里的话 白天还是要去上课的 不然政府可以罚你的 所以因为文化不同 所以我觉得呢 新出家比较重要 新出家是指你要 忏悔业障 修福修会 精进修持 学习佛法 这四桩式 不论剃头跟不低头 都应该做的 对不对 在家很忙 出家更忙啊 所以我觉得先说新出家 若你有的愿心 你的福报够 而晚年能够现出家项 我年轻的时候 现出家项 那是你的善根 福德因缘 要好好珍惜 请看经文 中辈往生的人就是说 他不能现出家项 大修功德 广度众生 但是他还是要发 无上的菩提心 昨天菩提心已经讲过了 发愿救度一切的众生 离苦得乐 而且帮助一切的众生 成就无上的佛果 这个才叫菩提心 接下来你要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随己修行 随自己的能力呢 修多少功德就做多少 比方说下面讲 奉持灾戒 初一十五灾戒 六灾日 或十灾日 很好 乃至于八观灾戒 乃至一日一夜的禅期 乃至于三天三夜的佛期 这些都是很好 这是在家居士里面呢 有善根而精进修持的 那也有老菩萨跟我说 师父我早上吃树 吃早灾 中午就没有 那我就反问他 你早上有菩提心 到中午菩提心就不见了 早灾没有什么难的 早上很少人吃肉 要吃树就要一整天 这样是掌养你的悲心 这才是最重要 而且有些人持灾戒的时候 像过午不时很好 但注意听 过午不时是 佛在世的时候 晚上呢 不吃东西 但是呢 你体力不够的话 你可以喝蜜水 但是不可以吃那个 有颗粒的东西 像mallow 或是什么 jerry 这些都不可以 它就是只有糖水 因为有没有体质不一样 那你喝得很好 可是问题注意听 八观灾戒的功德是 晚上也要精进用功 我看到有些老菩萨呢 晚上持灾戒 拼命看电视 看歌仔戏 更刮戏 但这个不是灾戒的意思 然后灾戒完以后 你看我今天灾戒 不用吃什么 shopping mall 到处都可以看到它 灾戒是要把你的心给定下来 这个才是它的功德 接下来看 起立塔像 有福报呢 造佛塔 造佛像 甚至供养出家人的饮食 旋各种船方宝盖 你看燃灯 请化起来 经文就告诉你燃灯 所以前几天 我为什么要教你点灯发愿 供灯是很重要的 在家出家都可以做 而且你要天天做 散香花 像散花 或是烧香 烧香也请化起来 每天早晚你都要做 供水也是如此 一般呢太阳下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水给倒掉 你要流起来喝大杯水也可以 以此尽心尽力 你能做多少功德就做多少 最重要在你的心 而不在乎钱多少 以此功德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这也会成为你往生的资粮 请看汉译 五十九页第二十三行 其中备者 其人愿意往生 无量清净佛国 虽不能舍家 舍离妻子 断碍玉 行坐沙门 但是也要坚持经戒 不得窥施 而且呢尽心尽力地做呢 分坛布施 分坛布施就是布施波罗蜜 下面两句请化起来 最重要的要常常信受 佛所讲的道理是真实的 很深奥的 也要当相信 这个法门是真的 我走这条路 绝对不会去改变 所以你有自成心 有中信心 接下来 依你的能力 随分随力地供养沙门 做佛寺 起塔烧香 散花 燃灯 玄帆 真彩 就是挂各种船方宝盖 如是 法门 无所事贪 你做这些 可是无所事贪 是说你不贪它的功德 而且接下来 你的心不要起 忿怒心要常常灾戒 灾戒是指身心清静的意思 最重要你对一切的众生 要有慈悲心 而且还要勇猛精静 断你精忠的 对五欲六成的贪念 这个才是他灾戒的目的 愿欲再翻过来 愿欲往生 无量清静 佛国 一日一夜 不断绝着 他说以上你若做的功德 能够一日一夜 都不中断的话 那会更殊胜 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 叫做八观灾戒 就是这样来的 但严格说 注意听 我是讲佛法 你不要多一根筋 师父又没有暗示什么 严格说八观灾戒 要住在庙里 假如有些道场 不能住庙里 我答案见你 那你就不要办 不要爱面子 因为八观灾戒 有一条不邪疑 你在寺庙里面 不可以住 高广大床 所以你要住在寺庙 有些法师说 八观灾戒结束 回去九点了 不要想太多 冲个凉早睡觉 那假如呢 你是个先生 回去你的太太上 哎呀我今天非常喜欢你 我们要嘿咻嘿咻 那你要不要 那你说要还是不要呢 这没什么好笑的 云云众生师父知道很多事情的 我也是老师 所以八观灾戒 最好住在寺庙 就是延迟不邪淫 对不对 因为你灾戒清静的时候 是非常庄严的 那假如你太太灾戒清静 可是你今天的老公 多喝了几杯酒 哎呀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那你怎么办 所以要做就做如理如法一点 八观灾戒 严格说应该分床 男女众分开 住在寺庙里 到天亮的时候 手指看得到的时候 你的戒体就消失了 你的功德就圆满了 对不对 我是为法师 很抱歉 我要依法而说 我不会为人情而说 当然我也不是说 故意要去得罪别人 但是呢 要做就做得如理如法一些 了解吗 好 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个功德呢 所以告诉你 持心精静 要断欲念 这样子的话 愿意往生 清静佛国 一日一夜 不断抉择 其人 于今世 在睡梦当中 他就会见到 无量清静佛 就赚到阿弥陀佛 那恭喜你 你这辈子就有往生的希望 好 在这里插播一下 请问 有一个联友说 师父 绕佛跟绕香炉 有什么不同 当然不同 绕香炉 请问你为什么要绕香炉呢 绕香炉可能是一般 我猜啦 可是念佛的时候啊 对不对 出来精行啊 大殿绕不下 出来绕香炉 可是绕佛 才有功德 因为佛有佛的功德 传统上 真正绕佛的时候 佛像是建在佛堂的正中间 不像我们现在 是建在墙壁 这是礼拜用而已 假如好一点的大殿的话 佛像的背后 还有一条走道 它就是让你绕佛的 真正绕佛的功德 当然比你绕香炉 还来得好 我不太懂 你为什么要去绕香炉呢 跑香吗 因为这位联友 没有写得很清楚 你问我有没有 什么不同 从世俗地角度来讲 的确他们不同 绕佛的功德会比较大 所以 在家居士 你修持是重点在你的心 但是也要如理如法 好 那这样子终备往生的人 请问他临终会怎么样呢 请看六十页 第十七行 其人临终 阿弥陀佛会画现其身 光明向好 具如真佛 好 那这就说明 阿弥陀佛会变化出另外一个身 来接你 所以中辈往生的人 有时候会看到中间有阿弥陀佛 旁边还有光中画佛 所以可见 阿弥陀佛的本尊 跟他的画身是不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不起 我讲太快 就是他画现为两个 一个本尊来接你 第二个他有光中画佛 那画佛当中 跟他原来的阿弥陀佛 是一模一样的 具如真佛 假如与其大众前后围绕 陷在你的人前 他会射受导引你 这一刹那之间 你会跟着画佛 往生极乐国土 主不退转 无上菩提 功德智慧 次如上辈者也 所以他的功德智慧 就会像上辈一样 但是因为他功德 是深浅不同 那上中下三辈 是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再看 魏意 六十页第二十四行 其人临终 无量受佛 画现其身 光明向好 具如真佛 与诸大众 献其人前 既随化佛 往生其国 助不退转 功德智慧 自如上辈者也 好 幻灯片里面 都把重点标出来 接下来看 唐义 唐义说 中辈往生的人 此人灵命忠实 无量受佛 就既敏 就现其前化身 于彼秋重 前后围绕 所以在中辈往生的人 除了看到佛之外 他还会看到有无量的 升文重 过来接迎你 这是忠辈往生的人 他的功德 然后呢 与比丘仲前后围绕 其所化佛光明向好 与真佛完全没有差异 只是他的功德力呢 看到化佛比较多 献其人前 射受导引 既随化佛往生其国 得不退转 无上不提 为什么会说真的化佛呢 因为我们凡夫的功德力 大概是跟着化佛而走 只有大菩萨才会看到 八万四千像 八万四千从随行好的 这个报生佛来接你 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差别 好 请看经文 请看幻灯片 这就是在光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 中品上身 你可以看到 右下角他的比丘仲 然后呢 他修持得非常好 他的功德力呢 往生是中品上身 所以你看到 阿弥陀佛他放光来接引他 旁边有观音世智 跟很多的生文重 视线为生文重 其实他们都是西方的大菩萨 他只是现身文像来接引你 接下来看下面 中品中身 中品中身的话呢 你也会看到西方三圣 同时来接引你 那中品中身的一般呢 都是受一日一夜的八观摘戒 或一日一夜的沙咪戒 有些人呢 出家要到晚年的时候 才会有福报 所以才献出家乡 但是他出了家呢 很精进的修持 所以不论出家中 或在家中 一日一夜的修持 八观摘戒 假如你修得很清净 很圆满的话 以此功德回向极乐世界 你起码是中品中身 所以可见 灾戒的功德是很大的 接下来再看中品下身 中品下身呢 是指平常没有闻到佛法 只有在临终的时候 才听到有阿弥陀佛的大愿 听说四十八大愿的书胜 所以看这张图片的右下角 那个往生的在家居士 遇到一个出家师傅 为他说法 特别他为他说 阿弥陀佛极乐国土的书胜 以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功德 结果他听到了 就非常非常欢喜 就真的念佛 要去极乐世界 结果依此呢 就中品下身往生 那看一下左上角 临命中的时候 他只看到了观音跟世智 注意听 这是按在众生的角度说 有时候你必须要读 很多很多的经论 你才能够融会贯通 你会说 师父这张图里面没有阿弥陀佛 可是阿弥陀佛发大愿 临终皆隐愿的时候 是我成佛的时候 所有的众生来 我都接他 佛没有说上辈的我接 中辈的我不接 下辈的不理他 佛没有这么说 所以可见临终的时候呢 一定西方三圣都现前 这是从佛的角度讲 可是从众生的角度讲 每一个人的业跟烦恼 跟清静 跟用功的程度不同 所以你看到的境界会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中品下身的人呢 是临终才听到极乐净土 而且他精静地念佛 所以他灵命中的时候 只看到观音跟世智来接他 所以他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那在这里就回答一个问题 那你去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请问你应该念什么 那看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念六字大明咒也可以 那有人就跟师父抬杠 师父我念地藏菩萨可以吗 地藏菩萨要多加一个条件 先念地藏菩萨 念完以后再念阿弥陀佛 因为大乘地藏十轮经里面有讲 若有众生想要修地藏法门 先修他方佛国土 先念我地藏名号 然后再念另外一个 你要求生佛国土的名号的内根佛 所以很抱歉 你两个都得念 也就是说地藏菩萨在后面推 阿弥陀佛在前面拉 这样你就上去了 好 但是注意听 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 还是有差别 从众生的角度 你若念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的人 你就会深深深深看到 阿弥陀佛是做教主 假如你是念观世音菩萨 去极乐世界的人 在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 无量节以后 就会上 《普英生亡陀罗尼经》里面说 无量节 无量节以后 阿弥陀佛上半夜入涅槃 下半夜观世音菩萨成佛 叫普光功德山亡如来 很奇怪 我这个名字背得很熟 我念一次我就记到现在 可能我一直要度送生 度到那个时候吧 太久了 也就是说念观世音菩萨去的时候 你的心的分别 你执着观世音菩萨 是跟你有缘 所以你会看到上半夜 释迦阿弥陀佛入涅槃 观世音菩萨成佛 然后你就非常非常的欢喜 在经过无量节 无量节以后 大势至菩萨会视线成佛 然后观世音菩萨入涅槃 其实这个都是对中下根性而说的 好 注意听 下面假如你是念六字大明咒去的 注意听 你会看到西方三圣 跟前弊四弊观音 亲自都同时来接你 不要怀疑 你若念度母咒 度母 绿度母 白度母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你就会看到度母来接你 西方三圣同时来接你 所以你不要去分别 原因是什么 佛大慈大悲 佛无有形象 它是应众生的心量 让你在灵命中的时候 不会生怀疑心 因为怀疑心会让你的心颠倒 阿弥陀经里面讲不是吗 一心念佛 一直到灵命中时 心不颠倒 记得往生阿弥陀佛 所以你念六字大明咒 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灵命中时 你会看到西方三圣 一直势必观音 亲自来接你 那就恭喜你了 不要怀疑 重点是你真正对佛有 佛跟菩萨 跟极乐净土这个法门 有坚强的信愿形 那假如你是修西藏佛教 你修是莲花生大事的话 那莲师是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 跟观世音菩萨 三个的一体 所以你也会看到西方三圣 跟莲师亲自来接你 但是你若是修密称 修莲师或以及修莲花生大事 而去极乐净土的话 你在极乐净土所看到呢 是显教的境界 跟密教的境界 都是不二的 甚至你看到密教的境界会比较多 那假如你只修阿弥陀佛 跟观世音菩萨去极乐净土的人呢 你看到的是阿弥陀佛 献大称的清净佛国土的像 你不会看到密宗的境界 除非你善根成熟 求阿弥陀佛 拜阿弥陀佛做你的金刚上师的时候 他才会让你传真正清净的 无上的密法 所以这个你不用去担心 这说明说为什么临终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境界会不一样 甚至有些人功夫比较好的 可以告诉你 他会告诉你 诸念的时候他说 各位要恭敬 佛已经来接我了 那一定往生的 第二有些人呢是告诉你 他气力比较差 他没办法讲 他只会说 会走来啊 会走来啊 意思是这样 佛祖来了 那一定也会往生 还有一种呢 是听到天月明空 异乡满世 因为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 你要有缘的人才可以见得到 像各位所有注念的经验 有时候呢 你注念的时候 你不见得看到阿弥陀佛 可是有些人很有善根 或跟这个注念的 连有有缘的时候 他的确帮他注念的时候 他也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每个人的 心的这个显现不一样 那假如你没有看到佛像 但是你听到天月明空 也闻到檀香味 这个香非常的庄严 是在他临终断起的时候 那恭喜他这个人也一定往生 极乐净土 你不用去怀疑 你不用呢 还要送email给问 师父 你确定他往生了吗 还送给全世界的人波切 拉玛确定一下 不用 你按照佛经去判断嘛 对不对 所以真正往生的时候 是正念分明而去的 我后面会讲 好 接下来再看下辈往生 请看六十一页 六十一页第三行 其下辈者 假使他不能做出广大的功德 也要发无上的菩提心 一项专念阿弥陀佛 欢喜信要 不生疑惑 把不生疑惑画起来 请看幻灯片 下辈的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怀疑 以至诚心愿生彼国 这样的人呢 离命中时 若他梦见过阿弥陀佛 或梦过极乐净土 也能往生 功德智慧 次如终辈者也 为什么说怀疑呢 好 注意听 怀疑有分两类 一 怀疑自己 哎呀 我真身 我业上这么多 我从少杀鸡杀鸭 杀了这么多众生 我真的能去极乐世界吗 虽然阿弥陀佛很好 可是我想我可能去不了了 第二个呢 我会觉得我又不懂 不识字啊 我也没什么听什么经啊 对不对 那请问我真的能去吗 第三个要想一想 我常常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从来也没跟我打过招呼 给我秀一下 给我看 他真的有吗 我念了这么多 会不会再白白念啊 就是有些老菩萨 或是有些众生啊 因为对这个法门 没有清净善知识 也没有听闻正法 就算他修啊 疑惑非常非常多 甚至呢 有时候念阿弥陀佛 就这样一直念一念 然后一直看 一直看 阿弥陀佛 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念你啊 这样的呢 怀疑啊 怀疑是很大的烦恼 注意听 这里不是禅宗的疑情啊 贪嗔痴慢疑 疑是第五类最大的烦恼 尤其是对自己怀疑 对佛法怀疑 对极乐净土怀疑 可是这样的众生也很奇怪哦 他也加减念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念就念啦 好了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 我先说 为什么叫加减念 就像举个例子好了 有时候联友跟联友之间啊 告诉你 快哦 再来做义工啊 其实你心里不太想去的 因为今天很累 他就跟你讲 今天很殊胜哦 很加持很大 你就来吧 那虽然来啊 心里还是心不甘情不厌的 身体是来了 心还是不太甘心的 他也不会很欢喜 做完了以后 你问他 你怎么样啊 OK啦 No problem啦 有跟没有差不多啊 对不对 是不是呢 所以表示你的心 没有真正生欢喜心 乏喜心 或是信愿心 来做这桩义工的事情 同样的以此类推 有人念佛也是这样的 惹喜友 听说鬼怕阿弥陀佛 我多念一点点 我最近总觉得 常常梦到鬼来压我 还有呢 最近呢 那个算命的师傅说 我今年呢 头真的非常黑黑的 念什么有效呢 念阿弥陀佛 光明无量最有效 所以呢 他就急减量 其实他念呢 阿弥陀佛的目的是什么 驱鬼啊 他也念了 真的他念了 但是他是怀疑的 加减念 像这样的众生呢 我告诉你 很危险 什么呢 英文讲 have have 就是一半一半 临终的时候 可能去 也可能不去 但是万一你去的话 你会到边地移层去 就是没有办法 立刻看到极乐世界 立刻 但会在花苞里面 叫边地移层 待会我回答问题 会讲这个问题 所以 怀疑是很大的障碍 这是第一个 怀疑自己 第二列是怀疑佛 就是虽然读无量寿经 诸佛参参院 奇怪耶 这个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所有人都赞叹他 他真的很狂妄 也有这样连我来跟我辩论过 怎么会有这一院呢 诸佛参参院 一定打字错误 删掉 我说你这个人在办法 还有人连有 我讲法华经的时候 生物跟我讲 法华经里面 佛讲经 一切的一入定 就是一小节 他说 that's impossible 那一定是打字错误的 所以有些众生 对佛法 有很多很多 错误的叫 所知障 他总认为 自己想的是对 以凡夫心 来测佛制 所以他不太相信 阿弥陀佛 他也读无量寿经 他也听 甚至呢 他就故意的挑一些问题 来挑战众生 那因为他多生多节 很奇怪 你说这个人不喜欢阿弥陀佛 那你干嘛都无量寿经呢 你这个人不喜欢阿弥陀佛 你干嘛又参加注念团 所以他其实也很矛盾 也就是说 他对于佛 广大如虚空 这样的智慧 跟广大如大海一样的 大悲愿心 他不太能够了解 他常常总是用人的眼光 去解释佛法 所以他对佛的智慧呢 是会常常怀疑跟毁谤的 这个也是疑 所以我简单的 请看幻灯片 疑或简单分两类 对自己怀疑 或者是对佛力怀疑 当然在 偶艺大师的要解里面呢 讲信要信 自他因果理事 哇那六个的话 抱歉 我看 护法联友可能会不太很高兴 因为我一讲又要讲六天了 那个以后姻缘再说 那是讲到很深入的 叫做兼顾不动的信心 所以下背往生的人 大部分都会怀疑 好 这个是很大的障碍 可是他因为多生多劫 也习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这样念 那念那的时候 在断气的时候 就阿弥陀佛就走了 那这样的人 他也会往生劫的世界 但是会先到边地移成里 或是呢 他重视往生的话 会是下背往生 好再看无意 六十一页 第十四行 佛言其第三背者 这个三背你可以加一个字 叫第三背 第三背就是下背的意思 下背的人 他这个人虽然喜欢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福报比较不够 若无所用 他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去布施 没有办法分坛布施 他也没钱买香 也不可能散花 更不可能点灯 那也不能挂船方宝盖 那做造寺庙或奇塔 或供养出家人 他通通都没有钱 怎么办 注意听 我补一冲一下 经文没有写 若你遇到这样很贫穷的莲友 怎么办 叫他观想 比如说拿一朵花 你有花嘛 对不起 这一朵插花 对方的这个人呢 李命中石头 他没有花 你拿着花给他 来你观想这朵花 真正的功德 是从心里所显现出来的 那你显现出来的时候 花它是假的 最重要是让你做观想用 前面讲上背跟中背 是你有这个福报 出钱做功德 下背是说 他连出钱都没有这个功德 没关系 那你就拿花 到他面前 让他看到这花 生欢喜心 你就说 你就想这朵花 拿去要供佛 他生起这个光敬心 跟观想的心 他就有这个功德 了解吗 这是佛的大慈大悲 所以真正的功德 在你的心的力量 接下来 接下来再看 虽然下背的人 在灵命中的时候 还是不可以发脾气 不可以起贪嗔痴 因为灵命中时 若你还起了贪爱 有所贪慕 执着 那你还是会断气的 比方说 假如一般人最怕贪的是什么 自己的家人 或是呢 你自己的孩子 或是子孙 所以他为什么 净土中 祝念的时候说 家人不要哭 因为你一哭 他会动感情 他会舍不得你 舍不得你以后呢 很抱歉 因为贪心 结果他就进入了 恶鬼道 所以临终的时候 不要哭 如果你真的要哭 那你就到外面去哭 不要在你要断气的家人哭 这是净土中很重要的 不管你其他宗派 先不要跟我其他 为氏中官跟我辩论 净土中有他的理论 你先听清楚 净土中是讲 人在断气的时候 四大分离的时候 是很痛苦的 除非你平常 中官很好 止官很好 你会产生力量 一般广大的 云云众生啊 都是断不了自己的 贪爱跟留恋的 所以这时候 你要叫他放下 这时候 若他能够因为 战之士或联友的开导 能够让你 得精词 急 对不对 得精 急就是快速的意思 慈心精进 不当称怒 而且灾戒清净 请看下面的经文 如是法者 当一心欲念 不要念家人 转过来念 我现在就要去极乐净土 往生阿弥陀佛佛国土 所以你能够的话 一日一夜 或者昼夜 十日 不断绝着 灵命中时呢 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可得尊敬 智慧勇猛 所以可见 下辈往生的人 他至少要 一日一夜的念佛的功夫 虽然一日一夜 听起来你也觉得 有点难 为什么 晚上你还不一定念佛 对不对 可是呢 问题是你要知道 一日一夜 跟你无量节所造的夜 才是不到一秒钟而已 你无量无节的造夜 你若不念佛的话 不念一日一夜的话 你是很难有功德力 去极乐净土的 好 现在看下品上身 看幻灯片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 下品上身的人呢 第一类呢 都是什么 平常造了很多恶业 可是呢 他甚至也有傍佛法 甚至呢 他灵命中的时候 知道自己错了 他遇到善知识 劝他念阿弥陀佛 或念八十八佛忏悔文 或念普贤行愿品 他真正升起了忏悔的心 所以看右上角 图片的右边 他遇到了一个出家人 为他说 你造了太多的恶业啊 你要好好的忏悔 不管是世间呢 你造了很多恶业 佛法 你又造了很多恶业 你现在要生惭愧的心 阿弥陀佛很慈悲 只要你能忏悔 你一样能去 所以这时候呢 他就升起忏悔的心 结果呢 因为他一忏悔的力量呢 那个出家人就叫他说 来你跟我一起念阿弥陀佛 因为那个时候临终已经很痛苦很痛苦 但他的虔诚心很强 所以一念佛号的时候 可以灭五十一劫生死重罪 这时候阿弥陀佛就献画佛来接他 你看到中间就有画佛 左边就是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他会画中间的西方三圣来接你 那有些众生呢 也会单独只看到白衣大士 看左下角 你们的图片的左下角 白衣大士亲自为你撒干露 为什么 灿除你的恶业 因为你的恶业不灿除 你是没办法去极乐净土的 所以这样的人叫做下品上身 我简单说 下背往生的一般都是两腊类的 造恶业很多的 第二个 棒法很多的 那灵命中时 你知道自己错了 你还是遇到善知识 那听好 灵命中时 都要能够遇到出家人在你旁边的话 那要很大很大的福报的 对不对 我们商业今世有一个 连同学很可爱的问我说 师父那你灵终有这么多的开示 你要不要先录一个录音带给我们 万一你出国红房 那我走的时候 我还可以听一下 我说不用录了 现在你都记不住 还等灵终啊 我这样苦口不心 劝你你都要记不住 你灵命中的时候 你要记住很难的 那现在有个问题 那灵命中的时候是突然昏迷啊 或颠倒了怎么办 家人在佛前面忏悔 他自己不能动 可是家人跟你是血缘最有缘的 或是怜友 带他在佛前忏悔拜阿弥陀佛 拜四十八大愿 念普贤行愿品 念无量寿经 念普门品都好 你只要帮他忏悔 点灯还有诵经 然后呢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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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清醒 那是他的业 尤其是重度昏迷的人 那都是他的恶业 所以我们说住念住念是要吗 住念是帮助他提起正念 最重要是要你自己能念 假如你平常都不休 你说灵命中的时候 在打电话 师父信红法师 你来住念吧 那刚好我不一定在这个国家 对不对 灵友当中呢 也要有福报能够帮助你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以前我曾经去帮人家住念的时候 我的灵友他的家属 平常他也不学佛 他心很好 可是呢他也是加减念 可是呢当我们呢 出动了念佛坛 全部到他家住念的时候 那天啊我所有东西准备都好 连香啊 饮庆啊 CD都准备好 结果我们一要住念的时候 停电 我糟糕了 我忘了带电池 他就断气了 你看夜多重啊 连师父跟所有的灵友都赶到了 结果那天刚好 对不起 刚好呢 Power Cut 那一区停电 所以我那时候感觉到说 带CD的时候 请要写下来 不要忘了要带电池 那没有电的时候 你还有电池吗 那你还可以放CD啊 后来我们也是帮他住念 可是他立刻就昏迷了 我们还是帮他住念 可是那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 这个众生啊 平常造的恶业太深啊 平常不休 临时抱佛脚 就算师父发了心 灵友发了心来帮他 他还是断气了 所以他没有去极乐世界 当然也没有剁三恶道 所以我告诉你 极乐世界不是很难 但你也不要想得太容易 真的要精进 再看下面 下品终身 下品终身 这个比较更不好 是看右下角 这个人 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看到头上有火吗 表示他平常犯过五戒 八戒 跟很多的戒 甚至偷寺庙的东西 毁谤三宝 说了很多很多出家人的坏话 所以临命中时啊 那个恶业像猛火一样 烧在他面前 可是这个时候 他还是蛮有福报的 遇到一个出家人 以大悲心看到他很可怜 劝他说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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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他念佛真诚的 忏罪力 一念呢 灭除了八十一截 生死重罪 所以西方三圣现前了 但是呢 临命中的时候 是观音跟世智来接他 所以这里有几个重点 第一不可 如果你平常受的戒 有破戒的话 要常常忏悔 第二个 不可以偷寺庙的东西 第三个 不可以说出家人的过失 第四个 不可以毁谤正法 因为这些 临命中的时候 会像镜子一样 黑色的荧幕这样盖住你 然后你身上感觉 都是地狱的猛火 那时候要念阿弥陀佛 是很不容易的 好 请看下品下身 下品下身呢 造了五逆十恶重罪 杀父亲杀母亲 然后破和和僧 也破正法 可是呢 他因为呢 多生多结 不是一二生 多生多结 他对三宝 还是护持 还是羞耻 所以遇到了出家人 为他说 你无量劫的重罪 是没得救了 只有一个人能救你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你现在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因为他念念呢 真正的在生死浇灌 很痛苦 所以看右下角 对不对 他的照片呢 图片里面呢 他就真正的合掌起来 出家人在面前说 跟我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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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结果呢 结果呢 他一刹那之间 因为真诚的念心 跟佛力的加持 灭了八十一节重罪 所以也看到了观音跟世智 而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下辈往生 简单的说 第一个是造了很多恶业 第二破了很多重戒 第三个 毁谤正法 所以这些呢 你平常就要忏悔 那你一定会问 师父怎么忏悔 念八十八佛忏悔文 念大悲神咒十万遍 念普贤行愿品 三千遍 五千遍 你的夜就会忏悔 相信我吧 我已经没有再体力 再重复一次了 我已经老了 请看下面经文 会几本除了上中下三倍之外 还有一倍是很特别的 请看经文六十一页 第六行 做一个记号 这只有会几本有 叫做一心三倍 请注意听这一段 一心三倍 段在经文里 我引静中学会的科判 然后做 请看 若有众生驻大乘者 以清静心向无量寿 乃至十念愿生其果 请看科判 甲一大乘往生因形分二 以一 静心愿生 他以清静心发愿 真的要去极乐世界 几二 静念彼佛 以清静的心 完全念阿弥陀佛 这样子这两类的因 请看经文 若有大乘者 众生驻大乘者 所谓驻大乘者 注意听 就是他平常不是修进度中 他可能修钥匙法门 或是修其他的中观 或为士 乃至于中国的天台中 指观或士禅波罗蜜 或是修其他的大乘法门 都可以 但是啊 他的大乘的功夫 是非常的好的 他不一定每天读五量寿经 或每天拿念珠来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本身呢 诵法华经 非常的认真 诵波尔经 非常的认真 诵大方广佛 华言经 他每一身都 每一次都在念 一身受持这样 所以这个叫 读大乘者 就是大乘 发菩提心 有大乘行者 他以清静的心 向无量寿顶礼 无量寿呢 所以说每一个人寿命 都有无量寿 所以在西藏里面 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不修 无量寿佛的 西藏的长寿佛法会 你希望你的上师 就是要健康长寿 所以向无量寿顶礼 乃至于他只败十败 但是他功德力很大 信心很强 戒定会很殊胜 发愿去极乐世界 这样子叫 一心三倍 也就是说 他一念真心 与佛心相应 他是超越了 下倍 中倍 跟上倍的 这个九品莲花的分类 这叫一心三倍 他也能往生 而且往生以后 品位非常高 一往生以后 甚至有些呢 都会到出地菩萨 甚至八地不动地菩萨 然后他就偏共十方诸佛 那他功德力从哪里来呢 从平常修的大乘的戒定会 请看下面 几二 敬念彼佛 闻圣生法 这里的圣生法 广义的说 是指摩赫波罗蜜 大乘的经论 都是圣生法 狭义的说 是闻到西方阿弥陀佛的愿力 跟极乐净土的殊胜 他立刻就生起强烈的信心 而且理解 理解是什么呢 弥陀就是自己的心 所显现的 举一个例子 在六祖坛经里面说 东方人求生西方 请问西方人求生哪一方 各位 你们怎么回答 都睡着了 东方人求生西方 西方人求生哪一方 那你会怎么回答